今天我们来写一下万马琴纠可爱这句诗句 出自于清朝宫自珍以亥杂诗里面的一首一句诗句 比较斜 那么这一笔也是比较斜的 左右对称一定要写到 不能说一边偏重了 这个草丝同了 一定要记为这一点 这个框架呢 不要写得太大了 左右往里缩 这边呢 比较细 这边呢 比较粗 这边呢 比较断的 要偏下万字 万字呢 需要注意哪一点呢 这一横和这一横呢 不要空的太大了 还有就是啊 这里的最低点呢 一定要比这里低啊 这两点呢 是比较重要的 写这个万字 万马 马字呢 这一横呢 会比较偏长 这一横呢 那是一横呢 那是一横呢 是一横呢 荣山 那是一横呢 这一横呢 我可以看到 不敞 能不能够 让他们在一横呢 好 这四个点呢 一定要记住啊 三个间隔呢 一定要保持一致啊 这个码字呢 最主要是这一点 竖电加长横 这个长横呢 是要平一些 竖电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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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话 这数呢是比较短的 好 那么这一笔呢会比较短一些啊 大家一年能看得出来这一笔的比较长啊 它是不一样的 好 到这里的时候呢是个因子 这一笔呢比较长啊 比较直 相对的这一笔呢会比较粗啊 这笔呢会比较细 你看粗细对比呢是比较强烈的 而且呢这笔呢比较长一些落笔的时候 穿过去了啊 这个宝盖头 穿过这一点 到这里收呢 比下去 我记得我上个视频呢有讲过这个树弯钩的写法 有些人写不好的话可以回头看一下 我记得我上个视频呢有讲过这个树弯钩的写法 我记得我上个视频呢有讲过这个树弯钩的写法 我就知道我这个树弯钩会 vara 对我觉得这个树弯钩的写法 我记得一下这一点 我记得多的含糊